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今天台北股市的心情 股民的心情好像我身上的衣服一樣 紅彤彤的 為什麼呢 尤其是電子股的股民們 台股今天資金重返電子族群了 兩支電子大牛仙表演 很重要 一支是鴻海 一支是聯電 今天都填習 而且是一日填習 這行情非常的樂觀 加上金控雙熊助攻 早盤就大漲了兩百多點 可是貨櫃三熊跟鋼鐵股 今天持續走弱 讓今天指數漲點收斂 電子股開始接收 航運股的資金了嗎 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了嗎 尤其今天連面板股都回來了 大家的資金配置要不要積極一點 趕快來做調整呢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王建文 王博好 明天好 同學平安大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鄭偉群老師好 明天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藍燈耀老師好 明君好 還有各位同學們大家午安 好 台北股市的資金真的回到了 正規均電子股了嗎 今天鴻海跟聯電兩家公司同日除息 結果一日填習真的是創下了過去幾年來的 新高紀錄 那台積電也不錯 今天回補了之前跳空下跌的第二個缺口 雖然今天台股有流了上影線 但是電子股普遍強 重災區依然在航運股上面 王博已經提醒同學要留意電子股 中小型的真的已經飆翻天了 該換電子大哥表態了嗎 等等來請教王博的看法 好 昨天節目當中我們特別幫同學 還問到鄭偉群老師 面板股怎麼辦呢 老師說兩個條件 第一個面板股外資要買 融資要退面板股就可以談 昨天晚上看數據 這兩個條件都滿足了 果然面板股今天都漲了 他們現階段開始止跌了嗎 等等追問鄭老師的看法 航運股超級州持續失靈 但是國家隊非常用力的在護航運股 今天尾盤很奇蹟 萬海快要從跌停板 拉到了平盤以上 台華投控喔 這個陣幅更大 尾盤更是90度的拉抬 收盤還大漲超過了7% 航運股有的人 可以再忍一下先不要賣嗎 強短的人還要再等到跌到季線 再來買嗎 還是說可以換一個方式來操作 等等請問藍燈耀老師的解讀 港幣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喔 有在持續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的同學們 應該都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的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電子股的資金真的慢慢回來了 大家不要錯過這一波的行情 中小型的電子股呢 跟做火箭一樣 往太空噴上去 但是大牛喔 真的也開始動了 為什麼呢 今天很重要 聯電跟鴻海今天同一天除息 結果都是一日填息的 表現是非常的亮麗喔 今天鴻海呢 跟聯電這個除息秀的精彩演出 加上台積電穩盤 讓大盤終於是回穩了 今天呢最高公道的17667 但是盤中有一點壓力 漲幅收斂就是因為航運股呢 在盤中又開始失速 尾盤的時候呢 大盤是中場上漲113點 之後17572又佔回了17500點了 成交量呢是5844億元 今天尾盤呢就拉了38點 這個金額有172億 我們看一下今天正貢獻的點數喔 海北股市喔 回神大漲的工程都是電子股 都是大哥們 台積電今天回補了 之前下跌的第二個跳空缺口 也收復了五日線了 聯電鴻海呢表現非常的棒喔 沒有讓大家失望 聯電秒填息 鴻海是一日填息 金控股的國泰金跟富邦金 也擔任穩盤的角色 可是啊 航運股已經連續四天 表現非常的弱勢了 今天長榮呢跟陽明呢 都有打到跌停板不過呢 好一點點的訊息是 他們的尾盤在跌停板 都是有打開的 那我想先請教王波 海北股市喔你說昨天啊 下跌這一根黑K是下跌 有取量量有出來 可能會閃現上稍微震盪 但今天喔 這根紅K棒帶上來了 量呢是5844億元 也接近6000億元 這根紅K棒 終止了連續三天的黑K棒 這根紅K是由電子大哥領軍的 你認為呢短線上 代表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好的喔 其實剛好啦 剛好把技術分析 大家看了一下就很清楚 這邊是量價背離嘛 對 所以我們說量價背離會 可能下殺取量 如果你沒有辦法 補量上攻的話 你會下殺取量 然後到昨天 剛好是下殺取量 是 那所以我昨天認為說 其實是有機會啦 有機會震盪之後反彈 但是反彈之後 你就要看反彈的一個結構 那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的水手 很多的海軍的弟兄們 姐妹們 其實最近的壓力很大 因為你真的也沒有看過這樣 你說長榮連續跌停 那個也很少 因為它是大股本的股票 那最近大家就很緊張 也有很多的那個同學 也都來問王柏該怎麼辦 那所以我昨天我有提到 我說如果你長榮 你真的是買在上面 如果你是現股的話 你當然可以稍微等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融資的話 你買在200塊以上 其實你應該怎麼樣 應該早就已經被市場清出去了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昨天的一個長榮 並沒有破低 那我昨天說 如果破低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開始進場 做一個所謂短線的一個 價差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長榮 我們把它看到今天的那個 分時 對分時走勢圖 看一下長榮今天的分時 你看這個要怎麼做 你看真的很多人在衝 急跌 拉上去 對 急掌急跌 反向操作 他急跌之後 如果說你動作夠快的話 拉上去拉到平盤 結果怎麼 結果又打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人 在那邊衝 很多快閃大物在衝 不過以長榮來講 今天尾盤是打開了 今天尾盤打開 而且今天有一個現象說 尾盤拉了38點 然後用了172億 我看很多都是在航運股上 好像應該是 盤中拉的是電子 但是尾盤拉了38點 花了172億是航運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說 你真的盤中這種當沖洗刷刷 有些同學可能在上班 沒有辦法去做這種架差操作 而且這個架差操作 憑良心講 連我們來做都很難 連我們來做 因為你如果說在這邊 拉到平盤上 你不出的話真的又打下來 你看好不容易跌停打開 又打下來 這個都是刻意有人在灌壓 刻意有人在灌壓 我們回到K線形態來看 K線形態 我認為其實這邊就是 短線上的一個 所謂的反彈的點 同學你要怎麼觀察 以目前看來 當然我們希望這邊 能夠再成一隻腳 因為這一隻腳沒有確立 反彈之後 這邊又打下來 看這邊能不能夠再確立一隻腳 如果能確立一隻腳的話 那就有機會 往上再彈上來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 以目前看來還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 相形的一個結構 好 那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在 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之前我跟明君在講 這個爹不疼娘不愛的 這個爹不疼娘不愛的 所謂的護國神山 還有所謂的金控雙球 之前講一下金融 有些同學在海上的就有意見 可是你可以發覺說 你可以發覺說 其實不管是航運也好 不管是鋼鐵也好 不管是電子也好 不管是金融 他在台灣股票市場 其實他有扮演 他自己的角色戰 以目前看來 當然台灣股票市場 在這邊要穩 很重要一個就是說 人氣航運會不會先穩 另外就是說 當然電子 電子現在是中小型的股票 一直漲 一直漲的過程當中 他對權值反而沒有 對那個所謂加權指數 他的貢獻沒有那麼大 但是今天看到 今天看到這些都是大哥 大哥 如果說大哥在這邊 也慢慢的表現了 然後金融本來就是很穩 然後接下來 航運在這邊止跌的話 我覺得至少有機會 先往所謂的均線 短均之上 先把它站上去 所以可能短期挑戰 有沒有辦法站上 這個月線 甚至時日線的位置 就要看 先把它拉上去再說 好 就要看這個電子大哥 或者是航運股有沒有機會指紋 有機會台北股市 可以向上做一個反彈的格局 但講到大哥 今天的功勞真的是相當的大 我們看到史上 最快一次的填習紀錄 是發生在2317鴻海的身上 鴻海今天是花了38分鐘 就填習了 今年是發放4塊錢的現金鼓勵 8月20號會發放 除期參考價108.5塊 只花了一天就填習 我們小編很認真 整理一下過去這個鴻海的填習紀錄 去年花了95天 前年也花了64天 最近5年的最快 也是要6天的時間 今年不一樣 只花了一天就填習 代表說後世呢 不管是法人 或者是這個散戶 或者是所有的這個市場的看法 應該都是相當的正面的 那為什麼當然就是 我們講好久的電動車了嘛 還有這個9月份 iPhone13要亮相了 最新的訊息是台日要合作 鴻海電動車又再下一程囉 鴻海鴻華先進跟日本電產公司 這日本電產是精密小型電動機領域 市佔全世界第一名的 2022年他們三家一起成立一個公司 總部要放在台灣 主要業務幹嘛呢 要做馬達電機系統 各種車用電機產品 技術研發生產製造跟市場銷售 鴻海找來日本的這個電動機領域的第一名 做出來的品質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日本人是很龜毛的耶 那就是要切進電動車的領域 另外外資也對鴻海發布了最新的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天可能股民們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鄭州淹大水的訊息 大家都新聞中有看到 這個車廂裡面地鐵都淹大水 那鴻海的鄭州廠就是iPhone 最重要的組裝廠 但我們認為深圳太原必要時 可以調度產能會幫助鄭州廠緩解 所以iPhone13代工沒有問題 8月份就會放量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的一個基本面的好 最重要的是鴻海今天花了一日就舔息了 王伯這個對他來說蠻難得的 那你怎麼看呢 好的悶壞了 不是只有鴻海悶壞 只有鴻海的同學悶壞了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很多的那個中小型的股票一直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像所謂4919的新唐 這漲是王伯之前好早之前 講很久了 然後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然後包含像8255的蓬城 你看這些就是一直漲 都是中小型的股票一直漲 那個時候我們就講說 如果說這些中小型的股票漲一漲之後 那我們這些什麼台積電 聯電 鴻海 我們來看一下2317的鴻海 他能夠適度的表態一下 那其實你就不會看到那個OTC一直漲 然後那個加權指數卡在1萬8 剛好今天是除息 除息之後 好 除息下來之後 今天好像表現得還不錯 那當然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現在就是它的一個 所謂旺季的一個來臨 加上它的一個電動車的題材 對 你看說 蘋果如果真的 星期在所謂的下半年要出貨 那當然它現在就在拉貨 那當然對它來講 它的營收獲率它是有支撐 那在它電動車的題材 那當然我昨天有提到說 好 它除息之後 看能不能怎麼樣 看能不能完成填息之後 在站上所謂短天期均線之上 那今天填息了 對 填息之後就看它能不能這樣上來 不過我個人認為其實機會不小 機會不小 那至於剛才明君提到說 大家最關心的所謂鄭州 水災 那當然其實公司有 大概有出來講 他說其實那個產能能夠調配 對 但是我個人認為其實我比較 care的 我比較在乎的 其實我之前有講過 這是缺工的問題 缺工的問題 大陸現在好像缺工蠻嚴重的 對 現在缺工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河塑也好 鴻海也好 它的那個相關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缺工的問題 能不能獲得改善 找更多人來做 找更多人來做 那當然大家都希望什麼 希望說能夠趕上這一波 所謂解封行情 有一些消費電子的那個旺季 那當然這個目標價當然 看起來還不錯 因為以目前看來 鴻海的股價還躺平 真的是躺平很久了 那個三不五時就有那個 同學在王柏的line裡面 來問候他 問候他他就是不動 那我也跟同學講說 我認為他沒有那麼壞 但是什麼時候表現 對不對 包含像2330的台積電 如果我們看鴻海 也要看台積電 你看這個真的跌得很慘 所以580真的是個不錯的買點 我們那時候有講說 580附近可以注意 對 如果你在615 620沒有賣的話 580這邊反而可以注意 他有機會再上來 一段一段操作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同學你不曉得 你有沒有去追蹤籌碼 你有沒有去注意產業的發展 如果你去追蹤籌碼 然後現在發生一個現象 發生一個現象說 之前電子不是人人喊打嗎 對啊沒有人氣 對啊 你講一個馬虹馬這樣 可是你記得 你看這些台積電 聯電 鴻海在跌的時候 誰在買 關股在買 是 然後這個關股的操作 當它反彈上來的時候 當市場的人氣夠的時候 它就開始獲利 那最近 關股在買什麼 航運股 在買航運 趁著航運跌下來的時候 它在低階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收起眼淚了 但是我要提醒 提醒就是因為我一直跟 那個所謂的海軍的那個朋友們 我都有講 做一個聰明的海軍 因為整個形態結構都已經改變了 那你還是一段一段規劃 好 王博剛才針對的包含了 這個半導體三雄跟貨櫃三雄 給了非常明確的看法 他講了 今天台北股市 這個紅K胖 主要的領軍要角 就是台積電 聯電跟鴻海 那我想問一下王博 電子股的錢 到底有沒有回來 我不能只看強勢股 連弱勢的面板 友達跟群創 今天都漲了 要止跌了嗎 好的 其實早就回來了 早就回來 而且金融其實也被人家鎖定了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 台灣股票市場 目前可用之兵還蠻多的 當我們剛才看了所謂台積電 聯電 鴻海 其實我覺得同學最關心的 還是面板 準備打到一字頭了 有 跨2409的友達 你看漲到這邊的時候 大部分的報告都是 看事實 奔4 奔4 然後真的就這樣跌下來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 就奔1 奔1 然後真的就在那邊 我個人認為 其實不管是航運也好 不管是面板也好 其實基本上它那個 上半年的獲利數字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在跌的過程當中 那個同學反而可以注意說 是不是在這裡 有一些外資會進來 撿個便宜 撿個便宜 因為公司有基本的價值在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卡在上面 有均線糾結壓著 我覺得它的比較好的機會是什麼 當它公佈所謂的那個 上半年的一個 半年報 對 相當獲利的時候 8月中左右 對不對 那個稍微算一下 這個我如果現在買的話 明年如果能夠配多少錢的話 那我殖利率有多少 是 那那個時候就想說 對啊 如果我友達 今年能夠賺多少錢 然後按照公司的那個 相關的政策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機會 其實比較倒楣的是那個高股息 因為高股息那個時候 把友達把那個長榮 那個航運股把它列進去 都列進去吧 他們下去買就開始幫了 對 所以有人有一種講法說 那個其實真的是外資故意的 高股息然後就開始 所以當初如果你去買高股息的話 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覺得這裡反而可以注意 但是這裡注意又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段一段規劃 好多線壓在上面 對 就是一段一段 但是有機會 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好 那2344的滑邦店 好 有同學問說 這滑邦店好不好 好 非常好 可是你看看 這根長榮 這根大量長榮接近前高 這是外資買 結果外資買完隔天又開始賣 而且老師我們 肉肉的問一下 它這K線現在是陰包羊對不對 對啊 所以 對啊 就是沒錢看起來就是 你在這裡的話 你就覺得很醜 對啊 但是很醜 你可以發現它壓下來過 然後其實它也遇到 一定程度的那個 那個所謂均線的支撐 但均線的支撐 你覺得它卡在這一邊 我覺得是有機會 只是說 好啦 這個時候 它就是不流行這些大股本 我們希望資金回到這些大股本 可是你看那個 3006的金豪科 今天很強 利基型的記憶體 對 好 我們看一下5351的預創 對啊 同樣是記憶體族群老師 是不是利基型跟標準型的差別 對 還有就是 這兩隻都是利基型的 還有就是 那是股本大小 對啦 是 那現在很多的內支大戶 很多的那個投信 他們就是喜歡去做這些 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好強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內支的最壞 外支現在都 大家現在看到外支都罵 好 那我覺得 2344的華幫店回來 我們回來看2344 好 我覺得這裡可以注意 但是反彈上來你記得 你看這個 這兩天的量那麼大 這裡還是有壓力 最弱的是2408的南亞科 好多同學問 那這裡也是慢慢的接近這個低點 所以我覺得說 這裡你也可以做一個反彈的規劃 但是一段一段 反彈的價差 好 那最後快速的問一下 有關於車用的部分 老師其實 蓬城今天持續創高之後 稍微股價壓回覆頂 今天強勢公道亮燈漲停板 那說留意 位階比較低的晶圓店肉比較多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很多同學在關心陽明 這個關股到底戶不戶得住 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關股短線上戶得住 我們來看一下2609的一個陽明 所以我們講說 其實如果你用現金針之下182的話 這邊有機構法人跟大戶 一些內置大戶認 那這些內置大戶 這些機構法人 有可能讓他賠那麼多嗎 不會 所以短線上有機會反彈 那至於在所謂的車電部分 馬力夯 蓬城跟覆頂就不談了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提的2449的晶圓店 對 老師是說 利空打不下來 對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蓬城跟覆頂 那種高位階長很多 你不敢買 然後你買低位階 今天一樣一根藏 所以我覺得 你對產業的認識越了解 對台灣的相關個股越了解 其實機會越好 好 以上是王博今天針對的包含了 這個電子大哥跟航運貨櫃三雄 以及車用概念股所做的詳盡解說了 如果說你的持股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王博加個like 可以跟他好好的來請教跟討論 廣告懷我們要看另外一支這個 今天除息 然後順利填息的股票 那就是聯電了 聯電是晶圓二哥 之前的外資 說他的看法非常保守 把他打到說 不要等到取中人散 才驚覺說這股票不能留 目標價砍到40塊錢 但聯電今天也是一日填息了 有外資又開始翻多看好到80塊錢 有機會嗎 關懷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晶圓雙熊的二哥聯電 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聯電今天是除息 然後上演了秒填息的戲 我們看一下 聯電過去的填息的紀錄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亮麗 去年也是不錯 去年花了兩天填息 前年花了90天 所以一天填息 算是近年來最好的紀錄之一 今天是要來除息1.6塊錢 一天就填息了 那我想問一下鄭老師的意見 就是說聯電這樣股票 也是非常多人關心 他之前股價沒有表現 也許是因為受到台積電的拖累 一起就是比較沒有一個 往上反彈的機會 那現在外資的看法 已經開始轉向了嗎 怎麼講呢 聯電主要是做成熟製程 28奈米的野村說 28奈米緊繃到明年 主要是因為5G車用成熟製程 功不應求 明年12寸緊繃程度 會比今年還要更緊 支持聯電獲利持續的提升 第二季的毛利率 31%比市場預期的30還要好 第三季毛利率估35% 比市場預期的32% 也高出了三個百分點 毛利率大概是35%到40% 預估今年EPS有3.8塊 明年可以賺5.3塊 這個成長的幅度是很大 所以他把聯電野村看到80塊 我記得可能才一兩個月前 我們在節目當中有講到 有一個外資把聯電降頻 砍到40塊說不要等到取中人散 的時候才知道要跑 但是這個外資報告一出來之後 聯電股價也都沒有跌 那現在有外資看到80塊錢 今天又順利填息的老師怎麼看 聯電後續的走勢 我想你看今天配1.6塊 一天就把它填息完成了 代表說其實它股價是委屈了 對不對 真的你看 我們把聯電的技術面打出來看 其實它跟台積電一樣 兩個哥良好 都很可能 都在半年線附近在那邊壓爬 那我說基本上你說 譬如說我們把3035的資源打出來 好 聯家軍當中的資源 很強 我最近一直以資源來比聯電 我說聯電是 聯家軍怎麼會有人這麼厲害 然後有人就躺在那邊 對 而且聯電是資源的媽媽 對不對 你說資源好就是因為 三星跟聯電合作 買了很多的IP 當然聯電的生意就好 甚至你說驅動IC好的 你說4961的天譽 今天應該也是漲停板 對不對 那好了 3034的聯勇 是聯家軍的 對 今天也是因為驅動IC 大漲的關係帶動上來 所以基本上你說 驅動IC雖然說漲的一個 價格有點誇張了一點 但是真的也是供不應求 所以我想第一個 去年聯電開始大漲是因為 美國前置中心 對 制裁中心 對 剪刀槍 轉燈效應 那今年來說 當然就是要看這個5G跟車用 是 就回歸基本面了 對 有人會認為說 你三星要如何打敗台積電 跟聯電合作 那之前有這個傳聞 對 那其實慢慢三星有一點 要跟聯電合作 你看三星現在 很多的產能都是往CIS走 那聯電的部分 有可能佔滿大的比重 那所以其實外資說的話 就聽聽就好了 有時候你說 他們說不好 但是有時候偷買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看公司 未來產業的成長性 所以老師你剛剛把聯家軍 一系列最近強勢的個股 或者是低檔反彈的個股 列出來 代表說你覺得 聯電現階段的股價 的確是稍微的委屈一點了 對不對 當然你說以獲利來講 你看今年對不對 至少有3塊多 4塊 那本益比20倍 對 那你說80塊合不合理 不過講實在話 你說漢磊都漲到100多塊了 那畢竟他們都算是晶圓長 那甚至如果說 你要以股價來看 技術面來看 好 那其實各位同學會發覺說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周線 對 因為有時候日線會常常 會有爆量 對 會有上影線 但周線看比較遠的趨勢 對 因為日線常常會被洗掉 有時候又會追高 那你看周線的話 會比較看說 這檔股票它是比較長期的趨勢 那它怎麼看 你說好譬如說我們以技術面來看 這是今年以來 對 今年以來 你說高點是62塊 對不對 那你低點是43塊多這邊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算成一個W底的話 對不對 這高低差20塊 那如果是個W底 那翻過來 對不對 對稱的漲幅 理論上也是要80塊 對 那也像是合乎它的本益比 那甚至如果說 這個周的RSI如果往上翻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漂亮 對 對 因為聯電也是一般的投資朋友比較喜歡的 對 因為它股價比較便宜 所以要看籌碼面 好 另外我們講完聯電之後我想問一下鄭老師有關於台積電的問題 我們已經連續追蹤了好多天了 兩天的回神有沒有一點法人真的是賣錯的味道 因為外資跟投信昨天還在賣台積電 聯電也是一樣 外資連續五天是賣了11.3萬張 投信也是賣了3萬張左右 但股價大漲了 外資有被打臉了嗎 尤其是台積電我想問 台積電今天上漲 尾盤是漲了6塊錢 可是它今天的這個紅可以已經補了之前下跌的第二個跳空缺口了 第一個跳空缺口那個位子真的很大 有沒有機會 好的我想 我們常說台積電你有向上的跳空缺口 反而不是好事 對 有時候會回補 對 那如果說它有向下的跳空缺口 其實是好事 對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一檔全資股 全世界最好的半導體公司 如果說景氣好 它不漲 那其實我說實在話 這個盤可能要崩了 我說實在話 那基本上這一波如果要到2萬點 我認為是應該要台積電帶動 因為它相對的委屈 對 非常多大師都這樣看 對 它相對的委屈 因為成長性高階的它還是最好 那你說 剛才明君說這個跳空缺口很大 這個好像我記得 有10塊錢吧 有10塊錢 那一天法說會之後 但是其實說真的不是問題 因為畢竟現實外資在賣 我認為是有點變現 就是美金的一個關係 對不對 畢竟他們賺多 但是如果廢伴在 昨天又紅三兵了 對 昨天廢伴又紅三兵了 對 老師昨天廢伴也是強談 對 它又紅三兵 如果廢伴一直過高 這些被動的買盤會回來 所以壓抑的力道就會小 真的是 又變紅三兵了 這個紅三兵之後下來 現在又一個紅三兵 對 所以有時候你說看K線 有時候K線抵不過籌碼 你看為什麼廢伴會跌 就因為台積電 對啊 而且它都紅三兵了 對 它又紅三兵了 對 我覺得這樣洗來起去 會滿乾淨 因為畢竟如果說 我們以技術面來看 這邊算是一個支撐區 這邊都是利空打下來的 這邊我覺得它再過高 台積電當然是有機會過高 對 產業其實沒問題 就看籌碼 那當然台積電的供應鏈 其實很多都開始動了 我想其實昨天我也說 有一張藏寶圖 對 台積電轉投資的 是 你看3661的世新 世新KY今天是大漲 對 我說中國大陸現在要什麼 現在要ASIC 要CPU了 甚至中國大陸很多的公司 已經很厲害了 它現在有些自駕車 要坐到Label 4了 那世新 那甚至你說像那個 3228的精力科 雖然說它有點爭議性 但是 就之前說 對 有點爭議性 大陸的一些國家的企業有合作 對 可是股價也上來了 都上來了 那甚至你看到 像6533的精心科 好 看一下 這個是聯發科家族的 都滿強的 也是IPC制裁的機場 所以中國大陸要高階的CPU 那當然世新絕對是受惠最大的 它一定要7奈米以上的製程 老師 這幾家公司 似乎都是說 因為受惠 美國制裁中國的企業 他們就有比較發展的空間 對不對 就是因為大陸怕美國制裁它 我現在要趕快發展 趕快搶晶片 就像華為那時候 要被美國制裁的時候 其實連那種半成品都搶 忙起來跟台資電話晶片 對 連舊的設備 我問業界很多人 他說舊的設備用了十幾年 它還原價買回來 華為那時候搶設備是這樣搶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都搶晶片 所以你看到真的晶片很好 甚至3443的創意 對不對 3443的創意 其實不錯 其實像這種比較溫吞 因為台積電的股價它是比較溫吞一點 但是洗一洗有時候噴出會很兇 甚至精彩 甚至你看到昨天提到8028深陽半 好 深陽半導體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就太快了一點 我早上有發一些訊息給新加入的同學 你看江波圖好了 我們看一下江波走勢圖 因為畢竟 今天就拉得太快了 因為畢竟再生晶圓道的高階是越用越大 老師但我發現到台資電的供應鏈 感覺他們的並不像是航運股或鋼鐵 不會同一天發動 他們可能就是有些是晶天洞 有些是明天洞 但總歸來說他們前景往上的趨勢 是不會變的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說 拉回的時候買進就有機會 好的 我想其實有些設備商 他們會有一些路障的一個調整 其實設備商通常會這樣 當然你就是找好的公司 在相對的低檔 要找相對低檔 你說像光照就比較兇 對 它昨天漲停板 今天衝高之後 但是看一下籌碼 因為昨天有隔日衝大戶跳進來了 對 又被洗下去 對 就是永寧哥他們都是蠻厲害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創高 你看K線 看起來要突破了 結果今天又假突破 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籌碼 對 所以有時候很多同學在問 我說那如果你關心這檔股票 你自己就要做功課 要去關心籌碼 但是如果比較低檔的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隔日衝大戶 它比較不會進來 老師有沒有什麼在這個講座上面 對 它有轉頭之滑成 像它位階就比較低 它今年的高點都沒過 對不對 你看3707的漢磊 已經飛到歷史新高了吧 我想我們也不用追蹤了吧 對不對 反正你現在找在低檔的 還沒過前高的 居家有機會 對 你看得到肉 但是它未來會高成長的 你的肉更多 甚至8027的泰生 看一下8027的泰生 很特殊的一家公司 對 其實它得到Intel的認證 因為你現在高階的晶圓 以前用鑽石刀在切割 那會有雜質 它現在用雷射切割 所以這邊來說我覺得 慢慢的有些會慢慢的起來 而且它爆發力很大 我想問一下老師 就是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 才特別請教老師 面板股的看法 老師那時候就整理了 非常詳細的這個籌碼的資料 說面板股的問題 就是一直跌 但融資就是打死不退 那外資一直狂賣 那你就說只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外資買融資退 面板股應該就是有機會談了 那我們看一下 的確 昨天我們盤後整理一下資料 發現到 外資昨天買超了面板雙虎 買了群創四萬多張 友達三萬多張 那融資部分也這麼剛好 昨天群創跟友達的融資 都已經雙雙的減退了 所以今天的談你怎麼解讀 短線上面是有指紋了嗎 我覺得是甘願的 甘願了 甘願 融資也甘願 外資也甘願 我們打群狀出來好了 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畢竟來說 有時候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外資喊目標價那麼高 其實說真的他們都壞蛋 自己在賣對不對 你跌到這邊融資一直打死不退 其實很多我看應該是融資攤平 所以真的有時候在下跌的時候 不要用融資攤平 你會越陷入泥造 下跌千萬不要用融資攤平 絕對不能用融資攤平 你會越陷越深 然後外資會吃你的豆腐 昨天我用周縣解 我們比如說看周縣 好 看一下全創的Joke Joke 好 這邊放RSI好了 謝謝 RSI 我們下面指標幫老師換成RSI RSI 謝謝 最上面 對 對啦 它其實都已經到 已經算超賣區了 超賣區了 都是有機會反彈上來 那當然你說產業的趨勢 當然台灣的面板比不上韓國 比不上大陸 這是確定的 但是我們有個好處 我們都是比較舊的設備 折舊都攤體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其實要做的 就是車載的面板 對 群眾也要做 友達也要做 你看到友達其實在車載也是滿好的 他們也算車用的 對不對 甚至你看彩晶也要投資 又要投資新廠 他是也要做車用 甚至來說 未來是Mini LED 又是我們的新男孩 為什麼要做Mini LED 你看蘋果 它今年又要賠三星錢 蘋果跟三星買OLED 他們會有簽約 你一定要達到一定的規模 可是他想買Mini LED 沒有 因為賣不好 對 蘋果的產品賣不好 所以它的出貨量沒那麼大 對 所以他賠給三星錢 但蘋果又跟三星是競爭對手 是 所以你看為什麼蘋果一直想要發展Mini LED 對 台灣的面板有機會轉到Mini LED去 那甚至未來的Micro LED 所以我覺得這邊它算是委屈 對 那你要彈上來當然 我覺得 上面也只有壓力 不是 我覺得融資會慢慢減 好 這邊融資會慢慢減 然後外資會滿 但是彈上來我覺得這邊是壓力 跟我們上次看的一樣 對 所以這邊我們就邊走邊看 好 非常感謝眾人群老師 今天針對包含了金元雙雄跟面板珊瑚 所做的解讀了 如果說你對操作面板股 或者是半導體股 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跟委屈老師 加個賴本的持股問題 跟他來請教一下 廣環我們繼續聊航運股的部分了 哇 航運股這個禮拜的超級週 真的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風浪 今天包含了長榮跟陽明 都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可是我們看到萬海在尾盤的時候 從這個大跌拉到了平盤附近 台華投控甚至還翻紅大漲 超過了7%的幅度 隨手們真的可以再等一等嗎 如果說空手人 航運要搶短的話 要再等季線再買比較好 還是說其實位置可以稍微往上移呢 關懷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為您插播外資的最新的動態 今天台北股市回升漲流了紅K棒 外資終於結束連四賣了 今天大買了356億元 內資同性也結束六年賣 今天買超16.55億元 藍老師我想請問你 今天台北股市我想有電子股的 股民們心情都非常的好 外資終於回頭大買台股了 但明天遇到了禮拜五 那你覺得明天行情會怎麼走呢 我認為在等了那麼久 他們週遊賣超變成是大買對不對 那我覺得其實當大盤他回的這個 其實坦白講在這個禮拜之間 回的也蠻深的 對 所以我認為今天不管是聯電 或者是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狀況也都蠻不錯的 所以明天會再上漲 會再續漲的這個可能性 我認為是蠻大的 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用很樂觀的角度來看 來說明天禮拜五的這個大盤的架構 好 藍老師認為 外資終於結束了這個聯四賣大買之後 外加啦 現在這個穩盤的角色是我們的聯電跟台積電 有機會台北股市禮拜五 還有持續上工的一個空間 那當時我想請教藍老師 對於水手來說 這個禮拜真的是非常非常難熬 因為包含了長榮 陽明跟萬海 都給出了非常好的訊息 但是呢 豪運股就真的是漲不起來 是不是已經出現這個融資斷頭的現象了 我們找了幾個梗圖啦 很像已經說水手已經崩潰 在哭了 那這是一堆網友今天在盤中的留言 就說 前回電子的航運是不是確定over的呢 那長榮 陽明是不是基本面 沒用的最佳教材 長榮到底只跌了沒 跌什麼意思的 陽明是不是佛心企業 有一個小資族說 原本賺36萬剩3萬6 今天一早出場了 我覺得不錯 他還有賺3萬6 他當然是賠10 賠2030萬的 好 那我們想問一下就是 關股航庫這兩天 在航運股急跌的時候呢 是有進來買的喔 這可以給水手們信心嗎 到底關股能夠退抗外資嗎 是有機會的 因為外資這四天賣了千億元 八大關股航庫 這四天就給你買了 262億的航運貨櫃三雄 而關股這樣的買 創下史上最短連買期間內 買超金額的新紀錄 就是貼了新的要護航運股了啦 那重點護盤股 從航運股之外 還有我們的半導體三雄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這一張 今天陽明是跌8.47% 長榮跌7.4% 都跌得很重 盤中這兩檔都一度跌停板 對 都跌停 但旺海不一樣喔 他今天尾盤的時候 拉上來是收在平盤 對 平盤附近 關股航庫這幾天 買最多的就是陽明 因為他跌得最兇 說真的 長榮也買了1.6萬張 然後呢 萬海買了6千多張 那最近呢 航運股的利空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陰謀論 那有人說 可能是美國總統拜登呢 的這個稻草呢 壓垮了航運股 說因為運價太高的關係 那美國打算要對九大貨櫃輪公司審查 台灣也入列了 查明是否利用實例項 託運者超收費 馬士基中遠集團 長榮陽明都被列進去了喔 那他們說呢 除了滯留研製費之外的審計範圍 含罰款估算和其他相關費用的 限制性措施 但今天的這些公司有出來 做這個部分的澄清 好 老師那我覺得 大家最關心的是 我覺得航運股現在 真的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對 跟基本面沒有什麼太大的關 真的是籌碼面 老師講了非常多次了 對 那今天尾盤 台華的吉拉 萬海的翻紅 是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是一個向上攻的 可能性的訊號出來的 但是只有這兩支嗎 還是說每個航運股 都還是有機會 我認為全都是有機會的 因為他們是一起跌 那他就會在同一個時間會往上漲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字卡好了 其實在今天的時候 可能一般人他會覺得說 我本來是要乘風破浪的 不然之間好像 就感覺好像7月份要到了的感覺 但我覺得坦白講 不用那麼樣的悲觀 因為其實從幾漲之後 他本來他就會幾跌 但問題是你幾跌過後 他也會幾坦 那只不過 你什麼地方要買的這個差別而已 對 因為幾漲幾跌 幾跌的回彈 你進場的點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對 那這檔的個股 如何來買賣 其實坦白講 要看他的這個籌碼的架構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先看一下長榮的部分好了 長榮他這三檔的個股 他一個非常大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他千張的大戶 其實是越買越少 也就是他的籌碼 那他們的籌碼 跑到什麼樣的地方 跑到融資的身上了 反而是從去年起 從4萬多張 跑到了 到了昨天的時候 快要30萬張 也是26萬張 對 蠻多的 所以其實 這些千張大戶的籌碼 都跑到了 閃戶的手上 所以他的籌碼本來就會亂 那問題是 千張的他未來會怎麼走 那其實這個 他未來會買或是賣 對他這一檔個股 未來會漲或是會跌 其實差別會非常非常的直接 懂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那蘭老師今天就從 外資 內資跟他們自己的 懂間的持股過來來看 那可以看到 其實在外資的這個地方 他原本的未接大概是在這裡 那現在 他在今年的4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買非常非常多 持股比重到33% 到33.47% 但問題是你看 他從這個地方慢慢的降 降到了昨天的時候 他大概降了大概有8%多 對 有 所以他其實坦白講 在昨天的時候 長榮還賣了快要4萬張 對 所以其實坦白講 他賣的他也是非常非常重 所以將來這一檔個股 你就要注意說 外資他是不是他還會再賣 如果他不會再賣的話 讓我覺得這檔個股 在基短線上面 他就會有指紋了 那有指紋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找買點 好 那內資其實他 他勝的持股比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就覺得他參考的價值 就不是那麼高 投信就沒有什麼 在做航運股的感覺 對 他本來就買的不多 對不對 那現在又降得又更低了 所以他的買跟賣 其實對於這檔個股 會漲或是跌 差別不大 那董監的部分 他也不是那麼樣的高 但你們可以注意到 其實他們真的很賊 在他依然是在大漲的時候 在今年 今年從2020年 進入到了2021年的時候 突然之間 就大賣了 就代表說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一檔個股 對於他們自己過來講的話 真的是貴了 真的是貴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不管是外資內資 跟他們自己人的話 其實如果他們有在偷偷在賣股票的話 你們就大概會知道說 如果他會 如果要狂飄的話 你要趕快跑 好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你講的現在 我長榮的關鍵的這個籌碼 就是要看外資的動向 因為外資這一波是賣得又急又猛 賣非常多 如果說短線要直穩的話 可能也是要看外資 有沒有想要來撿便宜 然後撿這個強短 那他的關鍵價位 你昨天講貨櫃三雄是要看 如果到季線的話買點不錯 尖盤中有快要碰到了 那就守住了 尤其是尾盤的時候 包含了萬海拉上去 台華拉上去 我們還是要在等到季線進場比較好 還是說可以把這個 價位稍微往上移一些些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 今天跌到的這個地方 離季線的位置其實是蠻接近的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做股票不可能會那麼樣的準 你一定要到什麼樣的點位之後 那你才進場 其實不見得 那我會覺得說 今天的萬海是拉尾盤的 甚至由黑來翻紅 那初步上這三檔的個股 有可能被萬海給拉起來 那我會覺得從這個地方起 你可以慢慢分批進場去買 那我會覺得你的勝率會來得比較高 好 那另外是陽明那部分 就要來請教老師 我覺得陽明好像在貨櫃三雄當中 目前是比較弱的一檔股票 是最弱的一檔股票 對 那它出現了幾個比較不好的訊號 我們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一個是它的現增價182塊錢是跌破 而且持續的破底就算了 它還跌破了前低的價位 有人說會不會擔心成為國劇的翻版 但是你認為應該不會這樣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不太會 因為像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也有聊到 它其實今年可以賺多少 賺44塊錢 那現在的價格才100多塊錢 其實就這個本益比過來看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那一樣這一檔個股的籌碼 其實在千丈大戶的部分是越來越少 也是少 那融資的這個地方 這是它最大的一個狀況 就是這是三檔個股裡面 融資是最多的 就代表說這檔個股 陽明的籌碼是最亂的 是最混亂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千丈大戶的這個地方 外資其他的對這檔個股的持股比 本來就沒有那麼樣的重 所以他們的買賣 那你也是參考用的 對 內資連1%都不到 這個連看都不用看 但問題是陽明的 東 東 堅持股 很高 它就變得非常非常高 對 從去年的時候 49.24% 49.24% 快5成 到了今年的時候 減了15% 就代表說其實他們自己人是拼命在賣 所以他的籌碼 他如果說他的大股東在賣股票的話 那全都是誰在買 3 股朋友在買 所以這檔個股是最亂的 所以那我就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這個 當一個快樂的小水手的話 那就可以選其他的股票 或是說如果說要搶短的話 手腳要快 季線附近可以做關注 好 那萬海的話 可能操作方式也是一樣 就看季線附近來做買進 另外我想快速問一下老師 有關於這個車用部分 我先插播一下 如果說你對操作戶櫃三雄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我們蘭德亞老師加個LINE 辦的持股問題來跟他請教 老師我想問一下車用 你剛才講到 董堅持股對於股價的變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說自己人都已經不想買了 跑掉 那你去追不就是變成最後一隻白老鼠了嗎 那我想問的是 我這樣的一個方式可不可以套用在 最近長得很兇的車店 車用上面 我想每天投資應該都在問 那都長那麼多 到底還可不可以買呢 他還可不可以買 對 對 那我看外資投信看不出個所以然 那我看董堅持股可以試用嗎 一定是看得出來的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一檔的個股 其實他在五六月的時候 真的是賺到煩了 但問題是你們來看 董堅的部分他在哪邊買 他在四月份就在買了 就是買了 董堅持股老是這個黃綠色這一條 對 就這一條 他原本的位移界在這裡 突然之間怎麼樣 越來越多 他越買是越多 好明顯喔 並且是從四五月份 超前付出 就已經先在買了 所以他們自己人會先知道 我未來是好或是不好嗎 所以當你看到這一檔個股 有人在偷買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趕快來買 對 所以他那時候的價格 就大概在這個地方 對 甚至於他在加碼的時候 他還跌 對 但他一樣在買 那這個可能性就會來得更好了 那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在極短線上面 他可能長得比較多了 對 那你先不要去追 好 但問題是你來看 在他這個地方在整理的時候 他亮人是說的 我覺得他未來都一樣是有機會的 當他整理完之後 只要十字間沒有破 這檔個股都還有可能會在籌 好 那另外這檔 鵬城呢 855的這檔個股 一樣你看 在他還沒有上漲的時候 這檔個股的籌碼 一樣是有人在先買了 就代表說 其實他知道他未來會很好 結果大概買了一個月之後 他就開始在上漲了 所以老師應該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車店股 目前這些標股總堅持股 沒有明顯的下滑的狀態之下